如果那两个字没有战斗 歌神陈奕迅唱最拿手的十年 失常大走音吗 这只是节目效果 而在网红界还真有人这样闯出名号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圈 我不能成熟 我一无处可躲 我不要再想 我不要再想 我不 我不 我不要再想你 翻唱周杰伦的歌曲 但几乎全走音 有网友听了说想报警 这位绰号老腊肉的美女 去年以这种独特风格爆红 唐玲璐自称老腊肉 却有一张女神脸 是个长腿正妹 就读星海音乐学院 学得还是美声 她走音的唱法其实是故意的 果然成功吸引关注 微博粉丝迅速累积十多万 还有粉丝后援会 你们说我唱歌跑掉 口齿不清 无音不全 没关系 梦想从来就只是不被理解的旅行 无音不全想必也是为了增加亮点 而言之高还能搞笑 这就很难得 关我屁事 你老公你媳妇怎么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不在乎 毕业于大陆中央戏剧学院的 POPPY奖也属同一类型 经常艺人分饰多角 讽刺时下各种现象 引发网友高度共鸣 拥有上千万的粉丝群 另类显然是一个奇招